电视台主播第一天上班 就被这人频繁打断 严英华实在有点烦躁 结果下一秒 办公室里的人只感觉一阵地动山摇 严主播急忙看向窗户 大桥竟然真的被炸了 严英华意识到对方是有备而来 很可能是恐怖分子 他立刻准备报警 可在电话接通那一刻 严主播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可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新闻 而且暂时就他一个人掌握这条独家新闻 男人直接把电话播给领导 趁机提出自己的要求 他要恢复自己电视台主持人的身份 然后准备好摄像机 他要和歹徒对话 并且全程直播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严主播已经改头换面 只见他一脸自信地坐在电视机前 甚至狂妄地告诉众人 这是梁静如的勇气吧 严主播很快接通了和歹徒的电话 可是歹徒一上来 就要求要21亿 英华惊呆了 他们怎么可能给恐怖分子钱 但歹徒显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新闻是我出的 这么高的收视率 这个钱你们想独吞 不太合适吧 英华还想周旋一下 反倒是领导为了收视率 直接把钱转了过去 随后两人开始正式交谈 原来男人叫普鲁龟 是一名普通工人 被炸掉的这座桥 正是他30年前修的 三年前因为有大领导要来 上面临时安排他 和两位工友连夜过来修桥 可是两位工友 却不幸掉入河中生死未卜 而政府却完全没有一丝作为 没有救援队 事后 更是连一分赔偿金都没有 他的两位好友死得实在太冤 普鲁龟表示 刚刚的21亿 就是替朋友索要的赔偿 现在 他唯一的诉求就是 要听到总统大人 亲自向他道歉 这人怕不是异想天开 更何况 严英华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 哪有那个能耐请得动总统 可是歹徒压根不停劝 明确表示 只给他10分钟的时间 如果10分钟以后 总统还不出现 那么他手里的炸弹 可就不停指挥了 严英华赶紧将电视镜头 切换到被炸换的大桥上 桥上有辆汽车雄挂在那儿 车里坐着一家三口 周围的人正在进行施救 可男人还是随着汽车 一同掉进了大海 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严英华将这一幕告诉朴鲁龟 试图唤醒他的良知 可惜 歹徒却提醒尹主播 时间只剩一分钟了 这事儿 必须以总统道歉才能结束 歹徒不惜炸了一座桥 只是为了让总统和他道个歉 可他也不想想 总统是什么身份 即使他想见就能见的吗 严英华急忙安抚歹徒的情绪 他当着全国人民的面 拨通了总统的电话 秘书长接了电话 随口敷衍了几句 之后 便把警察局长派过来 就趾高气扬的告诉匪徒 总统是不可能来道歉的 否则国家的颜面何存 局长甚至还用歹徒的儿子威胁他 最好赶紧去自首 因为警方已经很快就能找到他了 到时候可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歹徒被气得够呛 严英华就这样 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大活人被炸成了渣渣 因主播崩溃了 因为他的耳机里也藏着炸弹 这种小命被人拿捏的滋味真是不好受 歹徒再次放话 再给他十分钟 否则就准备给那些困在桥上的人质收尸吧 严英华简直要疯掉了 这么久了总统也没现身 很明显是不可能来的 现在人质的生命就等于握在他手中 严英华此刻真的很想说一句 臣妾做不到啊 这时领导却要求尹主播激怒歹徒 让歹徒把人质杀了 这样警察就可以光明正大的逮捕他 而总统也就不用道歉了 牺牲人质这种事 严英华干不出来 更何况他的前妻也在那座桥上 于是严英华违背了领导的意思 他告诉匪徒 总统已经做好道歉的准备 但是他得到路云棚来亲自接受道歉 这本是严英华为了引诱歹徒现身 故意说的 不料却被歹徒当场拆穿 并且歹徒还斥责他 和别人没啥区别 严英主播正疑惑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结果他的死对头就爆料出 严英华曾经行贿的事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原来是领导因为不满意 严英华和他对着干 一个转身就把他的事卖给了死对头 此刻严英主播的死对头 正在大肆报道严英华受贿的事 领导为了收视率 还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他威胁严英华 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做 否则到时候被抓的就是他 严英华陷入深深的绝望中 就在此时 他收到同事的短信 警方已经找到歹徒的位置 严英华也顾不上自己的事了 急忙和歹徒继续周旋 以拖延着时间 严英华的前妻 也在此时和直播厅取得了联系 原来被炸毁的大桥已经岌岌可危 有人恳求歹徒 放了桥上的女人和小孩 歹徒很爽快的同意了 毕竟他的目的只是要让总统道歉 并无心伤害无辜之人 可是 就在直升飞机前来救援的时候 大桥已经支撑不住 轰然倒塌 桥上的所有人 全部掉进河中 这个男人太疯狂了 为了和总统见个面 他不惜炸毁了一座大桥 桥上的人们被迫接受这无望之灾 瞧他了 他们全部掉进海里 生死未捕 严英华彻底崩溃了 不过是一个道歉 为什么要牺牲这么多人呢 可是总统从始至终没有现身 同事告诉严英华 他们已经找到歹徒 就在电视台隔壁的大楼里 警方已经准备抓人了 然而 同一时间 歹徒也告诉严英华 他要炸了这栋楼 严英华拼命呼叫同事 赶紧撤退 停止抓捕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秒 一栋几百米高的高楼 公然倒塌 倒塌的大楼 直接砸向了电视台 严英华遭受猛烈的攻击 头部受了重伤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严主播一看 周围已经空无一人 突然 他接到领导的电话 原来 国家已经准备让严英华做替罪羊了 道歉 总统是不可能道歉的 为了给大众一个交代 只能说这次恐怖事件 就是严英华和歹徒一起策划的 谁让严英华本身也有受贿的污点呢 严英华万万没想到 原本打算靠这场直播翻身 最终却落得个万劫不复的下场 这时 他再次接到歹徒的电话 严英华哭着恳求歹徒 放过自己 他只不过是一个记者 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或许歹徒还是有些良心未免 他告诉严英华 他耳朵上的炸弹是假的 严英华一怒之下 将耳机取下来扔掉 正准备离开时 却看到新闻里正在播放 歹徒朴鲁龟的故事 原来 朴鲁龟早就死于羞桥的那场意外 真正的恐怖分子 是他的儿子 严英华预感到 这家伙肯定会过来 于是 他偷偷躲在一边 果不其然 歹徒来了以后 严主播对他发动了攻击 两人扭打在一起 可是大楼却在此时不停的摇晃 歹徒一不小心 被甩了出去 严英华看着这张年轻的脸庞 忍不住问他 为什么找上自己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恶 歹徒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 也是有其原因 严英华最终还是向男孩伸出了手 谁知 就在男孩即将被拉上来的时候 藏在暗处的狙击手 一枪打在男孩身上 严主播最终还是没能把他救下来 他藏在地上 心里想着 接下来是该抓自己了吧 男人内心一阵悲凉 他对政府已经彻底失望 最后 严英华按下了炸弹按钮 整个人淹没在大楼里 当一个人受到不公众的待遇时 难道只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吗